社區關懷站上課囉 欸 怎麼多個遠景大哥 發生什麼事 別誤會 這是轄區分局派來的 要教大家過年時要小心 不要被詐騙集團騙走囉 接到陌生的電話 什麼開頭是加081 還是加 有一個加字 還是減字的那個 大家要幹嘛 直接掛掉 全部都不要接 許久不見的一些陌生人 親戚啊 打來說 阿公 阿嬤還是阿爺 我要幫你照錢啦 我是你的像像像 可能生意很像 也跟你覺得好像有聽過這號欄路 突然跟你說 要借錢要投資啦 這個就是什麼 詐騙 因為你連看他都沒看過 標榜投資獲利 穩賺不賠這個就是什麼 沒有什麼穩賺不賠的 不只如此 李展也擔心 長輩常在家 訊息不夠 容易被騙 也把要注意 防範的事項 告訴上課長輩 還有任何疑問都可以 找我們的辦公室 也可以找我們2910188 如果今天都去宣導以外 我們也要把他回去之後 分散到我們所有的 聽聞好友 我們知道背禮的 大家在為了 大家在家 大家在討論 大家在討論 既然反詐騙的議題 都可以作為我們 查遇犯後 大家在開槓的議題 多一份資訊就多一份防範 多一份防範就少一份詐騙 藉著社區課程的反詐騙 宣導 希望長輩們 都能過個安心快樂的平安年 記者張世民 高雄報導 對 全部堅持你們 和有機會 1080後 我們要注意喔 按照的 我們會 我們來 我們來